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日前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提到 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 结果立刻让对手逮到了机会 大作文章 自家国民党顿时陷入尴尬的处境 蓝英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今天回应这个课题时表示 如果胜选在他任内 不会触及统一问题 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近在咫尺 来临的13号 民进党是否会笑到最后 还是实现政党轮替 外界屏息关注 因为这场选举关乎到未来四年 宝岛与美国和两岸三地的发展关系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之前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 被问到是否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 他回答 就两岸关系而言 必须相信对方 此话一出即刻在台湾掀起了热烈讨论 由于两岸课题向来都极为敏感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今天在记者会上强调 现阶段的两岸局势 与马英九任内已经有所不同 而他本身的观点也与对方有别 再度和马英九切割 关于媒体询问如何评价习近平 以及如果被邀请到北京是否会赴约的问题 侯友宜回答如果胜选在他任内不会触及统一课题 不过侯友宜也不忘将矛头指向敌对阵营 指民进党执政的这几年提高了两岸军事风险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表示保卫台湾 保障人权是总统最重要的责任 也是两岸及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 面对强大势力 台湾要有充足的武力 又要能勇敢谈判 才能化解冲突 台湾要走出自己的中间路线 而中间路线靠的正是实力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马兴社电视频